我用这个方法找到这些股和这些股 不想错过的,记得留守到最后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牛讲股 我是大牛 今天的影片重点 首先,会讲到KLCI指数来到了1500大关 接下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再来就是原来这个方法 可以找到一只股新的支撑和主力 不想错过的,记得看到最后哦 大家有想让大牛帮忙分析哪一家公司? 欢迎加入我们的免费公开群组 comment你想了解的公司 事不宜吃,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 现在是1月10号的下午4点26分 首先,我们来跟进一下KLCI的走势 可以看到我们KLCI的指数非常强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里就跟大家讲讲 上个星期,也就是在1月2号的时候 当时的KLCI指数是还没有成功突破 这个1466.24的主力位 而且,它还回踩了这个上升趋势线的支撑 在上个星期影片发布了之后 我们的KLCI指数就非常的强势 可以看到这里碰到这条支撑线的时候 之后呢,就连续5到6天的青竹 成功的突破这个阻力 现在是来到了 我很早之前就画好了一个阻力线 也就是这个1501.94的阻力 这个146.24的阻力 之前就有跟大家讲到 是KLCI多次都没有办法成功的突破的价位 那么,突破了就代表 就有更高的机会继续走高 所以,KLCI目前的走势是蛮强势的 是个很好的开始 希望接下来2024年的走势可以继续强势下去 那接下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目前可以看到KLCI 到了这个阻力 也就是这个1501.94的阻力 是还没有成功突破的 所以,可能接下来会看到KLCI回调 那如果回调的话 至少是要看到KLCI指数 是能够继续守住在 这个146.24的突破价位 因为在之前146.24的指数呢 可以看到KLCI是多次挑战这个价位 是没有成功突破的 那么现在突破呢 这个价位也成功的从阻力变成支撑 所以,当KLCI回调的时候 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 走势会变得比较难看 那下一个环节 我们来复盘上一期的股 由于上一期有跟大家提到多个股 所以这里也快速的跟大家更新一下 那如果没有更进上一个影片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 观看下一个部分 那上期呢 就有跟大家提到 这几家公司 KAB KAB Mynews Gtronic Lagenda Obstar ECA 还有Mintech 第一家KAB 目前KAB是还没有成功突破阻力的 这里也给大家看看 上个星期 我就有跟大家讲到 KAB身上发生了几个突破和回踩的地方 所以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看回我们上一支影片 那还有提到的就是 KAB目前的阻力在哪里 我就有讲到 阻力可以看410这里 所以现在KAB是碰到了几次 这个410的阻力 目前是还没有成功突破的 那支撑呢 以短期来说 支撑是可以看400的价位 要不然 跌破的话 就可能会来到375和380的这个价格区域 那这个区域要注意 非常关键 跌破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危险 因为这个价格区域是之前KAB突破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12月19号就是它成功突破的时间 突破 回踩 走高 那么这个价格区域就是新的支撑 同样的 跌破 回踩 走低 那么这里就会变成新的阻力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下一个 MyNews 和上一支影片讲的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变化 目前它还在挑战这条下降的趋势线 要突破这条线 就有机会走高 再来更好的是 它可以占上545的价位 回踩 它才有更高的机会去挑战570的阻力 那这样的走势会有更高的机率 看到更高 下一个 Gtronic 目前是反弹回来了 那还有机会继续走高吗 我们来看 目前Gtronic是成功的回踩了1.59的支撑 这条线是Gtronic的前突破价位 因为之前突破的阻力 继续站稳在这个1.59的价位 走高 那么这里就会作为新的支撑 所以目前Gtronic是成功的回踩了1.59的支撑 这条线也是Gtronic的前突破价位 因为突破阻力了 继续站稳在这里 走高 那么这个1.59的价位就会作为新的支撑 所以目前Gtronic是成功站稳在1.59的价位 反弹 现在是暂时的站上这个1.70的价位 所以目前的支撑就要看1.70 要成功继续守住才可以看到更高 那下一个阻力呢 可能就要来看到这个1.82的价位 也就是这个1.82的前高 那如果没有站稳在1.70的这个支撑 Gtronic可能又会再次跌回这个1.59的支撑 那其实我们放大来看 你们有发现到吗 这里其实它跟KLCI目前的走势有点相似 这里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回放之前Gtronic的这个部分给大家看 我们看Gtronic的这里 跟KLCI的这里 其实单单这样看 它们两个的走势蛮相似的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是举一些例子 好让大家做做参考 那我们先来看Gtronic Gtronic突破了这个1.59的阻力 关键阻力 为什么关键呢 可以看到Gtronic多次去试探 都没有成功突破 那现在突破了 碰到下一个阻力 也就是这个1.70 然后回踩 再看看KLCI现在 也是多次 然后现在是成功的突破了 再看看KLCI现在 突破了1466.24的关键阻力 那为什么关键 KLCI也是多次碰到这个阻力 没有成功突破 那现在KLCI是突破了 来到下一个阻力 也就是这个1501.94的价位 所以绝对有可能 KLCI是会做这个回踩的动作 那我要带出的点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只要KLCI能够继续守住 在1466.24的这个价位呢 它是有更高的机会继续走高的 所以无论是股票还是指数 都有可能会做这些回踩的动作 有了这些回踩 这样那个支撑 或者是阻力 会来的比较solid一些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地方 它就会给我们知道 这个是新的支撑 或者这个是新的阻力 这样我们也可以对此 做出部署 我时不时都在群组做出分享 所以不想错过的 记得片我们了解更多详情 下一个 Lagenda Lagenda的走势 目前是很强势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可以看到 这个星期Lagenda是成功的 突破了这个1.30的阻力 而且我发现到 正好 这里 也可以作为一个阻力 也就是这条下降趋势线 所以目前Lagenda 是成功的突破了这个阻力 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可能会看到Lagenda回踩1.30的价位 同样的 只要能够继续守住在1.30的价位 就有更高的机会继续走高 下一个Obstar Obstar的变化也是不多 支撑还是一样 要看这个1.25的支撑价位 可以看到它在上个星期 有回踩这个价位 主力的话 除了上个星期提到的1.37的这个价位呢 我们可以看到 Obstar也是很多次的去挑战 这个YM20 所以要看到Obstar走高呢 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要看到的是 股价是占上这个YM20 然后再挑战这个1.37的主力 下一个EC 上一支影片我就有讲到 我个人是不喜欢 一些这支股的走势 也给大家讲过原因 也有给大家看 EC是怎样一个又一个的跌破支撑 所以想知道的话 可以看我们上一支影片 这里我就直接讲它目前的走势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 EC是跌破了0.49的支撑 那如果接下来没有重新站上这个支撑的话 就会看到更低 下一个 MyDeck 上个星期就有提到 Sarawak的总理 Avangio的儿子 就已经有买入这家公司 所以现在整个舞台是已经交给他了 而且我还有提到 我们的神秘群组 有在这一波进行操作 所以想要了解我们是怎样发现到的朋友们 记得到评论区的Pin Comment 联系我们哦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粉丝互动环节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免费公开群组 Comment你想了解公司 但有看到后会选择值得讨论的公司 并在这里做做分析 所以不想错过的 记得到Pin Comment点击链接 加入我们的免费公开群组 这次就选了FM Dialog 第一个FM FM目前的走势还不错 我们来看看 目前FM是成功突破了这个610的价位 可以看到当天的 突破的成交量也是非常高的 同时也可以看到 EMA20也慢慢的来到了这个610的价位 显得这个支撑会变得更强一些 那么现在FM是没有继续走高 反而是有稍微的回调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看到 FM会回踩在610的价位 只要FM能够继续守住在610的价位 才有更高的机会继续走高 第二个Dialog 那目前来讲 Dialog是重新站上了这个2.03的支撑价位 最关键的就是要必须守住在这个2.03的价位 为什么关键呢 那可以看到之前Dialog是多次 踩在这个2.03的价位 所以这里也形成了一个支撑 至于走高的话 我们就要看主力 放大来看 短期来说的话 主力可能我们会需要看 Eme 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Dialog这里是多次挑战这个 Eme 100 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能性 至少需要突破这个 Eme 100 才会有更高的机会看下一个主力 也就是这个 Eme 200 再下一个就是2.17的这个主力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看了股市Glubu会员所做出的头选 当中我就选了Em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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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为Eme 100 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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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可以看到Unique多次都是没有成功去突破这个340的价位 可以看到这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都是碰到这个价位的 而且再看上个星期五也就是这里 虽然有着巨大的成交量 可是他最后还是关在340之下 所以我个人才认为Unique要继续走高 关键的是至少要站上340的价位才会有更高的机会 那支撑的话跟我之前画的一样 至少是要守住在300的价位 要不然就会看到Unique回踩在280的支撑价位 接下来就来看这个Eme Eme也是很强势 目前是处于这个上升趋势 那接下来有没有机会继续走高呢 我们来看 Eme呢从去年的5月就一直上涨到现在 我之前也有在看到股市局的部分享过这一只股 那目前呢 Eme的前方有几个阻力需要去留意留意的 第一 可以看到Eme已经快要来到这个阻力了 也就是这个下降趋势 当然突破这个阻力就会有更高的机会走高 那第二 在来到这个阻力之前 Eme是需要去突破1.92和1.95的这个价格区域 才有机会走高 可以看到之前 Eme尝试站回上去 但是没有成功 过后就下回来 这里也是靠近了 没有站上 就回调 这里 碰到了 可是没有成功守住 所以就下回来 这里也是 那现在这里 也是一样的情况 有可能是会回调的 所以要有更高的机会走高 就必须站上1.95的价位之上 在这上面 他才有更高的机会去挑战我刚刚讲的阻力 那第三个 Eatex Eatex目前的走势会非常的关键 Eatex现在是来到了这个短期 Uptrend Channel的底部 所以要守住 他才会去到更高 要不然跌破的话 就会去到更低 至于阻力的话 至少是要看到他成功的突破前高点 也就是这个340的价位 突破站上 才可以继续走高 除了走势关键之外 Eatex还有一个价位关键的 也就是他的PN17重组计划 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 Eatex现在还是一家PN17的公司 之前呢 Eatex是有发过他的重组计划 给BUSA审批 可是最终还是告锤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 在去年的7月24号 Eatex宣布他们撤下了 他们之前所提交的PN17重组计划 那么现在Eatex 是已经提交新的重组计划上去了 目前是 还在等待BUSA点头 如果Approve 那么Eatex可能 有机会去脱离这个PN17 不过这一切 关键的还是要等BUSA点头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另一个关键的点 那现在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大牛精选 其实大牛精选并不是每一次都有 是个人认为近期内有动静的公司 或者是值得关注的整个领域 大牛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聊聊 那上个星期的大牛精选 我就有讲到这个YBS YBS目前的走势还是不错 其实大牛个人有关注到这家公司 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在我们的看到股 就是俱乐部做出分享 当初发现的时候价格大概是在六毛左右 那在这个星期 YBS是成功的突破了0.73的这个阻力 最高一共是录得了27%的涨幅 那接下来的走势呢 就必须要看到YBS是能够继续守住在这个突破价位置上 要继续守住才有机会走到更高 那如果你们不想再错过 想了解我们到底是怎样发现到类似 mytech,me和YBS这些股呢 欢迎来pink comment点击连接联系我们哦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点赞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支影片 我们下期见 bye